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2006年至11年之间 可说是墨西哥当地最尖端的babyface 同时也是当地最大的流量选手之一 特别是他以Mystico的雷台名 效力在CMLL的时候最广为人知 2011年2月24号 WWE在墨西哥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官方正式声明 WWE已经和Mystico达成协议 Mystico也换上了新的雷台名 Sinkara 翻译成中文就是无面人 在那个high flyer才不普及的年代 Sinkara凭着自己精湛的高飞腾空技术 加上WWE不断地在替他宣扬 Sinkara很快就成为了WWE最火红的选手之一 虽然讨论度还不及一线选手那么高 反正Sinkara的前景在当时看来是十分有保障的 甚至被贴上了Ray Mysterio接班人的标签 就在他首秀不久后 Sinkara迎来了他在WWE的第一个剧情恩怨 而这大概也是Sinkara八年来在WWE唯一一段震惊的剧情呢 没错 这段故事线就是今天的主题 真为Sinkara的身份争夺剧情 故事的起点必须回到2011年的Money in the Bank 那么各位也一起从K-Fate的角度来融入剧情吧 2011年7月17号 Sinkara参与了Smackdown的Money in the Bank公式包阶梯赛 想必大家都知道接踢赛就是高飞选手最容易将胶田聚集在自己身上的赛事啦 Sinkara也一样展现出了自己的高飞特色 比赛就这样进行到了中断 Sinkara被Shamas用一记POWERBOM直接暴踢 随后已经无法继续比赛的Sinkara被医疗人员排走了 实际上的内幕是这个伤势只是个work 是用来合理把Sinkara写出荧幕的手段 因为Sinkara违反了选手健康条例 被官方处罚竞赛30天 然而吊诡的是只过去了26天 Sinkara就返回雷台了 8月12号的Smackdown 这是Sinkara继Money in the Bank之后的首场比赛 回来后的Sinkara看起来似乎没有一样 并且非常顺利的在一发酸炭加上Moon Sauce的情况下 在4分钟内战胜了Tyson Kit 取得归来后的首胜 在下一期的Smackdown节目上 有一场20人Battle Royal赛来决定 世界重量级冠军的头号挑战者 而Sinkara就是20人的其中一位参赛者 他的表现可算突出 Sinkara不止淘汰了好几人 他还是20人里最后仅存下来争夺的两位选手之一 可惜最后Sinkara和胜利插肩而过 一直到他被抛下雷台为止 Sinkara的举动都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就这样 故事来到了下个星期的Smackdown 人气震望的Sinkara终于对上了比较有料的对手 Daniel Bryan 尽管Daniel Bryan的表现不像今天的美国龙打到那样刺激 不过整体来说两人还是打得蛮不错的 Sinkara看起来就是在正常发挥 最后的结果也是在Sinkara使出酸吞连接一发Moonsault 战胜了Daniel Bryan Sinkara从Money in the Bank的伤势回来后的表现都很出色 撇除掉那场Battle Royal以外 Sinkara另外几场的比赛都是很精彩的Shot Match 但不知道要怎么说 总觉得回来后的Sinkara好像哪里怪怪的 不过要说哪里怪又止不出来 然而当你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多了的时候 Sinkara突然间朝跪在地上的Ryan一脚踢下去 震惊了所有观众 就凭这一脚已经将Sinkara的立场清楚地表达出来了 谁也没有想到Sinkara会这样毫无预警地变成反派人物 或许还有些人一时之间get不到Sinkara的想法 不明白为何他要这么做 这些疑问很快就在一个星期后得到了解答 Sinkara解释这种风格 这种战略才是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Sinkara 这里其实已经可以看出Sinkara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了 随后Daniel Bryan出场与Sinkara正面对峙 并向他发出挑战Sinkara没有回应Brian 反而还变本加厉突袭Brian将他说的苦不堪言 难道这就是Sinkara真正的作风吗 这场复赛原本双方都打得不可开交 Sinkara展示出无情凶暴的新态度 Daniel Bryan则一心想要复仇 所以进攻得非常激烈 一直到Daniel Bryan被倒挂在雷台角落上 然后Sinkara不停地对Brian进行攻击 尽管被一旁的裁判警告 Sinkara依然造就疯狂地攻击Daniel Bryan 整个完全就是暴走的状态 突然之间现场的灯光变着淡暗 Sinkara的音乐陡然响起 舞台中竟然出现了另一个Sinkara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当下不管是在场观众或者播报员多看的木灯口袋 一片寂静 两个Sinkara在雷台内互相对等 似乎还有要打起来的意思 如此一来之前所发生的事就说得通了 那就是两者当中有个冒牌货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我们都一直看到其中一个Sinkara不断地干扰另一个Sinkara的比赛 甚至是企图替代掉对方上场 比如在某一期的Smackdown上 其中一个Sinkara再一次跟Daniel Bryan对战 当裁判去检查Daniel Bryan情况的时候 Sinkara已经跃上了一台角落 准备使出大刀准备收场了 就在裁判和Brian沟通的瞬间 另一个Sinkara突然出现 将站在高处的那个Sinkara推下地面 随后这个突然出现的Sinkara一发酸汤bomb下去 在Daniel Bryan跟裁判都没发现的情况下 抢走了另一个Sinkara的胜利 几天后的Raw也是一样 Sinkara成为了另一场食人的Battle Royal 当Sinkara站在雷台边缘时 突然被第二个Sinkara拖出雷台 并替代第一个Sinkara的身份上场 可是第二个Sinkara还没什么机会大展身手 就被抛下雷台了 这个结果促使刚刚那个无辜被拉下来的Sinkara 也被迫离开 尽管在规则上他还未被淘汰 但因为两个同样都是Sinkara的缘故 他也只能无奈离去 类似的事件发生了好几次 粉丝们已经被搞得十分混淆 完全分不清哪个Sinkara才是正货 哪个才是假货 而某个Sinkara一次次试图取代掉 另一个Sinkara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9月30号的Smackdown终于得到了解答 这位Sinkara的表现就如同过去那般出色 在极短的时间内轻松击败了Heeves Slater 整个过程中 这个Sinkara也没有露出之前那个无情凶残的态度 看来面罩里的选手毫无疑问 就是正货的Sinkara了 在正货Sinkara倾诉自己的胜利的时候 冒牌的Sinkara突然出现在Titantron 而且他还秀出了自己全新的黑色服装 并解释了自己一直伪装成Sinkara的原因 他其实就是要向正货的Sinkara复仇 相信一些对这两个Sinkara的过去不熟悉的观众 一定会感到疑惑说 复仇到底是要复什么仇啊 其实这两个Sinkara各自都有各自的称呼 正货的蓝星Sinkara叫Azul 暗黑的Sinkara叫Negral 可是考虑到部分的观众可能对这两个名字感到陌生 接下来我就把蓝星Sinkara称作原版Sinkara 暗黑Sinkara就称作Sinkara二号好了 故事要回到2000年代出头的时候 Sinkara二号当时以Mistico的雷台名在 墨西哥和美国的独立圈长期打摔角 然而无巧不成熟 Azul也就是原版的Sinkara 也以同样的雷台名 Mistico效率于墨西哥当地 最大最古老的摔角团体CMLL 据Sinkara二号本人透露 由于两人都用着同样的名字 就连圈内的人都会经常把他们两搞混 甚至是被误认错的经历也有 至于是谁率先使用Mistico的名字 这点并不清楚 然而CMLL却早在99年就已经持有了Mistico名字的商标权 为了避免任何法律上的问题 Sinkara二号被迫捨棄了Mistico的名字 这个故事就是这个Rivalry的一段小历史 而WWE巧妙结合了这段历史来融入现在的这一段剧情 蓝金Sinkara过去在墨西哥剥夺了Sinkara二号的身份 而如今Sinkara二号跟着他的脚步来到了WWE抱一件之仇 当初Azul抢走了他Mistico的身份 现在轮到Negro来抢夺他Sinkara的身份了 于是这建立了两人在Hell in a Cell上的一场版打赛 这是双方在WWE的第一场交手 两个Sinkara在10分钟内打得不可开交 秀出了各种华丽酷炫的招式跟反击 最终呢 蓝金Sinkara以Sunset Flip Powerbomb拿下了胜利 然而故事到这边还没结束 在地狱铁龙大赛的实力并没有打消Negro的野心 反而在那之后还做出了无法原谅的事 在一次的比赛前 暗黑Sinkara不只在后台对蓝金Sinkara一顿痛殴 他甚至拆下了蓝金Sinkara的面具 相信各位也知道 面具对于Luchado来说就如同他们的角色象征以及荣耀等 在未同一将面具当成堵住的情况下 就将对手的面具摘下可是大忌 于是故事的进展来到了高峰 两个Sinkara终于迎来了一场把面具当成堵住的比赛 在墨西哥的传统中 面具对于选手来说如同生命一般的存在 因此出现负面选手之间的面具对决是很严重的事情 被脱面具的一方代表不够强大到守护自己的面具 从而要面对被剥下面具的耻辱 10月21号的Smackdown来到了这段恩怨的起源地 墨西哥 当地的粉丝非常期待这场面具对决 震耳欲聋的喝彩让现场的气氛非常喧闹 尤其是在墨西哥当地本来就耳熟能详的蓝金Sinkara 更是受到了全场的大力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蓝金Sinkara或者暗黑Sinkara 任何一方只要输了比赛 就如同输掉了自己的身份 苏家必须服从规则脱下面具 没有人想要接受这般词弱 虽然两者都是Sinkara 不过在打法风格上还是有些差异 蓝金Sinkara在移动速度和弹跳技术上 更胜暗黑Sinkara一筹 身轻如燕的他打出的高飞技术 干净利落十分华丽 而暗黑Sinkara在力量和打击招式上 则胜出蓝金Sinkara一筹 虽然暗黑Sinkara出手的速度 比不上蓝金Sinkara那么快 不过他的striking攻击非常出色 拳拳到肉的打击 让蓝金Sinkara也难以招架 也因此 暗黑Sinkara在比赛中 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上风 后来蓝金Sinkara终于抓到了反击的时机 从擂台角落上方 使出一记超级无敌华丽的Senton Bomb 当所有人都以为胜负已定的时候 暗黑Sinkara在最后一秒否决了压制 瞬间所有的观众看得目瞪口呆 终究还是无法从蓝金Sinkara的大招 拉Mistica中逃脱 不得已只能拍地投降 向对手屈服就意味着 暗黑Sinkara必须服从规则 在所有人面前摘下面罩 舍弃Sinkara的身份 但是不甘心的他 Senton Bomb却试图逃避 而可想而知 蓝金Sinkara绝对不会让这个 曾想剥夺自己身份的家伙就这样逃走 在一番挣扎中 蓝金Sinkara成功脱下了暗黑Sinkara的面罩 就这样 这位曾经的Mistico 第一次在WWE暴露了自己真实的样貌 面具被摘下 就代表这位选手正式失去了Sinkara的身份 很快的在下个星期 Negro换了个全新的gimmick 并将名字改回成了Huniko 他的新角色呈现的是当地墨西哥流氓的个性 然后穿着一身街头服装 Huniko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忘了这份屈辱 他一定会让Sinkara付出代价的 随后Huniko组了团队 延续他跟Sinkara的恩怨仇恨 虽然该团体很快就瓦解了 可是Huniko和Sinkara的纠葛依旧持续到了当年的强者生存 在强者生存传统的5v5比赛中 Sinkara是Orton组的其中一员 而Huniko则是对面组的其中一员 两人都还没什么交手的机会 Sinkara他就在Dive出雷台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他左腿的膝盖肌腱出现断裂 导致Sinkara无法继续比赛而被淘汰 由于伤势严重 Sinkara必须接受手术 而且医生判断他的修复期间长达6到9个月 就这样Huniko和Sinkara的剧情恩怨无奈被迫中断 Sinkara养伤期间 Huniko只能展开其他新的剧情 除了他跟TedDBRC的短暂剧情恩怨的近一点比较深以外 Huniko其他时候打的散架都不怎么值得一提 久而久之 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热潮日渐消退 虽然Huniko在失去了Sinkara的身份后 把之前的暗黑Sinkara gimmick和Luchado的帅脚风格 都一同弃用了是很正常的行为 不过这却成了他和Sinkara未了结的恩怨上的一把杀猪刀 由于剧情断在了高峰点之后就一直没有进展 时间一长 这个真为Sinkara对决的热潮已去 粉丝已经把重心放在其他的故事线上了 而Huniko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起色 自强者生存算起将近7个月后 Sinkara终于康复回到WWE了 睽違离台半年之久的Sinkara 换上了红白色的新服装 于2012年6月1日的Smackdown登场 可这时粉丝已经对Sinkara和Huniko的对决毫无感觉了 对很多人来说 那场面具对决就是这段Rivalry的结局了 可就算是这样 WWE还是在Sinkara归来之后 安排了两场跟Huniko打的复赛 特别是在6月4号的RAW和No Way Out的Pay-Per-View上 这两场比赛其实打得还可以 不过却完全积不起粉丝的热情和兴趣了 于是Sinkara整个WWE生涯中 唯一给人留下印象的剧情 就这么平平淡淡的结束了 这段剧情在开高走低的情况下结束的确蛮可惜的 毕竟无可否认的事实是 这段剧情给酸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而且当时Sinkara在WWE的地位相当的特殊 这段剧情本应该帮助Sinkara上位的才是 不过就如同你知我知的那样 继这一段比较有趣的剧情之后 Sinkara完全没有得到什么机会 再也没有获得什么像样的剧情了 整个Sinkara的角色在WWE只能用失败来形容 当初他被牵进来的时候被寄予了厚望 甚至还被贴上了Ray Mysterio接班人的标签 最终在没有给粉丝留下什么杰作的情况下 Sinkara在2013年被解雇了 且这段奇妙的剧情在呈现出墨西哥传统的规则上 都没有贯彻到很全面 照理来说当选手输掉了面具后 他就永远都不能套上同款的面具了 既代表自从Hunico输掉了那场面罩对决的比赛 输掉了自己的身份后 他在WWE就再也不能当回Sinkara了 说回原版的Sinkara 也就是Mistico 虽然说WWE放弃推她是一回事 不过可能我们也不能就这样直接把锅甩给WWE Sinkara的Botch 以及他在后台极差的人员 也是Sinkara自己需要检讨的地方 至于他表演频繁失守这一点嘛 Sinkara曾经谴责过 WWE不允许他打自己最擅长的墨西哥式摔角 其实比起这些 最主要的我个人还是觉得 官方没让Sinkara进去发展联盟FCW训练 在没接触过美摔的洗礼 就直接把他送去主秀才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不知道各位看完影片有什么看法呢 或者说你当时收看的时候 有没有对这段剧情很困惑呢 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 最后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 我来简单说明一下 原版的Sinkara也就是Mistico在2013年被解雇 不过WWE依然保有Sinkara角色的持有权 令他Day Auto的Legacy继续活跃 那么今天的影片结束啦 抱歉让各位久等了 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点个赞 想听更多摔角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么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